算出來的喔 當然喔 我是覺得如果你沒那麼厲害的話 你可以離線來做啦 我覺得我們等一下可以把它改成離線版好了 不然的話恐怕有些有些同學對於那個連線版那個光看到程式喔 就已經頭暈了 而且他這裡面的程式寫得很高竿 但是說真的除非你是高手啦 不然的話真的很難看得懂 到底在寫什麼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把那個程式打開來 哇真的很高竿 但是一般人要看懂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們把它拆成像上個禮拜為什麼要先講 List View 就是如果你不懂List View 這一題我看你也看不懂了 所以 第一個是一個清單 當他點的萬華區 要把萬華區裡面的資料怎麼秀出來 萬華區裡面有幾家就秀幾家出來 那等到你在點其中一家的時候呢 要能夠跳什麼 Google地圖出來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裡的跳Google地圖 他不是真的去把Google地圖呼叫進來 跟前面的那個範例不太一樣 他去呼叫什麼 呼叫 手機內部的瀏覽器 然後呢 再用那個搜尋地圖的方式 把那個地址找出來 連結到過去而已 所以在我們demo的時候呢有可能 因為呢 我們的比如說模擬器裡面 或者是說我們的那個網頁裡面有沒有 沒有 沒有辦法 比如說這邊 因為我們的這個假如說我這邊秀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呢 我的index 這個 我後來更新一個new 我加一個index deennew 比如說我即時的時候 按下去他會直接從網路上抓 就秀出來了 OK 那秀出來之後的話 點萬華有31家 點下去 OK 然後呢31家就會列出來在底下 好 那我往下卷動 基本上應該可以顯示出來 但是接下來我點點這一家有沒有 理論上應該什麼會跳到 地圖的那個位置去 可是你會發現喔 點下去 不會有作用 為什麼呢 因為哈 我們這邊會需要有一個瀏覽器 讓我可以跳到那個瀏覽器 可是我在 即時的這個狀態底下怎麼樣 因為沒有瀏覽器啊 所以你跳不過去 除非說你在什麼的你的手機裡面 才可以看到結果 OK 所以這個這題的話點進去不是沒有作用喔 是因為在即時的狀態裡面沒有辦法去看到結果 那另外還有一個問題說 如果你今天呢在什麼呢即時點掉沒有 如果你是在 這個 空裡面 打開來 你會發現了空更長 怎麼樣呢 應該是完全點連不到他會跟你講說 什麼呢 系統錯誤 為什麼 因為哈 我們如果在網頁上面要跨網段去抓人家的資料 是不行的 所以 在瀏覽器中 在那個 Chrome瀏覽 更慘 完全是看不到 所以這一題要怎麼能夠看到完整的 就是要把他變成APK 才能夠 看到完整的 就說你要必須傳到你的手機啦 才可以看到完整的這個結果出來 所以這一題比較特殊喔 不是不是因為說你你是做錯了 不是做錯因為這一題啊 他是跨網